哈喽大家好我是莎莎 最近啊这个秋鱼一直连绵不断 今天我们要去隔壁川呀买几个斗笠 这个斗笠啊比较实用 带在这个头上比伞还方便一点呢 隔壁川有一个老人呢 他在支这个斗笠卖 而且卖的也特别便宜 手艺特别好 带你们一起去见识一下吧 走吧 我们已经到了 老人家现在刚刚在吃午饭 是中午吗 然后可以看一下 这里已经有自豪的斗笠了 在这里 他们那个房子是这种很老实很老实的房子 我还洗了这个青苔 这样的房子是不是特别少见 博哥 嗯 住的这种房子至少有一百年了 就这种 这种是半成比还没有完全织好 哎 只是这样子弄了一下 上面还要上线把它上好啊 这边还有来一根就是这种可以捆起来的这种 走 看一下老人家还在喝酒吃啥好菜 牛皮炒辣椒 然后这边是反蒸肉肉 没有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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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果买好了 越小越学 哈哈哈哈 跟新家伴们一起啊 带我上去看一下 他铺好的 他已经现在铺好了80多个 尝一下边就可以用了 这种就是直接可以卖的这种 然后这种就是没搞编的 弄了80多个 这个没有太好 这个呢 这也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做好了对吧 爷爷80多岁了 自己砍才这么慢 然后自己还偏偏打这个 就是在家里 每天都是打 每天都是打 竹子也是自己刀砍的 生理棒啊 生理好吗 哈哈 爷爷说徒弟吧 他说了 半成了 说不说徒弟爷爷 哈哈哈哈 你耳朵不好 你要打的 所以说 大心一点 爷爷你说不说徒弟 是吧 学徒 那是说不说徒弟 你手艺这么好 现在每个都放不到了 这个都很快难 哦 这东西很难 很快难 年轻人都不想学 是不是 后面 后面太难了 爷爷说后面太难了 手经常容易搞伤 现在要把这个斗粒的边给缠一下 这个斗粒的边都没有缠 刚才那个就跟好像是穿蒸影线一样的效果啊 你看就这样弄起来 下个 家家 一碗撈着一天才13块 这也是农村的老人家才愿意干这个活 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吃这个确实是又很费手 老人给你挑一根 爷爷现在再往这个旁边包个边 等会弄紧就可以了 一个斗笠然后才卖13块钱 加上要一天就是缠着支柱来 还好就是这个竹子嘛 都是爷爷家自己山上种的 不然的话我估计成本都不够的是吧 而且这个斗笠很难吃很难吃 像爷爷这样的老手艺才吃得出来 现在也没几个人会吃了 另外哇 看什么 要吃的时候 然后只能吃日本的 就可以吃另一项 就可以吃海岸 如果吃饭 就像年青鱼 那现在有一项都是吃的 出特一项 这样都比较好 好了啊 我今天就先拿两个 然后还有那个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小 特别小的 我就过几天来拿 等你治好了 我再来拿啊 我拿钱来来 来 两个一起三十块钱啊 要了 你老人家这个钱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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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先回去了啊 你就辛苦你啊 好好好 走嘞啊